包大人在开封府啊 有三件宝 都是什么呢 古金盆 赵妖镜 优先枕 过去要那迷信的说法 这三件宝贝可了不得了 这优先枕 只要人家脑袋 沾在这枕头上就能过阴 阳氏三间的事 弄不清楚 到阴槽地府就弄清了 赵妖镜呢 是人是鬼 什么辫子 拿这镜子一照 真相大白 古金盆呢 你不管你得了什么严病 哪怕双目失明多少年 用这盆一洗 马上就能好 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 食指上 确实有这三件宝 宝是不假 没有那些作用 包的人呢 就把这三包锁到库里头 爱如命根子 没想到有人还说丢了 包的人能不吃惊吗 李财包心 奴才 两人进了屋子 相爷有何分子 方才 外面何人叫喊 我们也不知道也听见了 不知道什么人喊的 快 李财 你到前五 请各位英雄 马上到我这来议事 包心 拿着钥匙 提着灯 到库里看看 三包究竟丢没丢 是 是 两人下去 时间不大 南辖展 兴兴飞 蒋平 卢芳 徐青 其他的差官 全都赶到了 众人进了屋 给包的人十万里 包的人就把方才的事情 讲了一遍 蒋平一听 把小眼睛一转 下个眼 别上当 三包没丢 四一世 你怎么知道 肯定没丢 这是陆林人 抛砖掩狱的一个办法 比如说 他想偷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这东西藏在哪 他就喊这么一嗓子 你一害怕 想去看看 你一看 就把他领去了 你走了 他就下手了 指定没这么回事 您只要不派人看 就没事 哎呀 大人说坏了 我派包心去看去了 啊 完了 正说着包心进来 乐呵呵 将爷 各位 没事 我把那裤打开了 到里一看 三宝放在园内 一点都没丢 蒋平说没丢啊 你回来了 那贼就进去了 你再看看 就准早丢了 是吗 众人不相信 赶紧跑到裤房去 再打开一看 三宝踪迹不见 三宝没了 有一把匕首刀 在里边插着个纸条 也叫字简 把这把刀拔下来 字简取过来 回到屋里的定金小坦 上面写的那么几句话 不辞路牢 记检溜刀 提师杀命 黄金桥盗 斩借三宝 百日送到 要抓罪民 为派 欲猫 下面还有几句话 罪民盗去 三剑宝 斩尸徽归 悬空岛 欲猫到了 卢家庄 管保斩兆 跑不了 走 一看就知道 白月堂的鞋 卢方气 他 经说老魏 你就捉吧 你是捉死拉倒 连包的人也不痛 听说这个白月堂 吃的什么样子 这个人什么毛病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这真叫忘死了做 蒋平就在这劝 劝来劝去 忽然想起来 这纸条 针对着斩雄飞 他扭回头 来到斩南侠面前 咱老爷 这 您别生气 这就是那句话 大人不见 小人怪 宰相肚子能撑穿 您哪 忠厚老师 吃亏让人 这我们都知道 不能跟小虎比 他这人就在毛病 气死小辣椒 不让独头算 死别哭妈 命中一个 老爷 您千万别生气 他不把三宝盗走了吗 咱们想办法 把三宝再请回来 但是咱们不吃亏也不上大 尤其是您 可别中他的技 您看见没 这叫激将法 把你气急了 一堵气找他去了 找他 你倒霉了 我说这话 也不是长白予他的威风 灭展老爷的锐气 他为什么要上旋空岛呢 他知道在东京 他玩不软了 回头他那一亩三分定 从小 他就爱摆弄机关埋伏 他学会这套东西 什么什么制造 西洋八宝 转心螺丝啊 把那悬空岛布置的 翻板 转板 连环板 张坑 镜坑 梅华坑 到处都是消失埋伏 你咱老爷能力再大 你当那块地里不熟 你非吃亏上当不可 咱老爷 你可千万可不能去 咱们想办法 这南侠听完了 不住的点头 四哥 我一点都没生气 够五弟指着鼻子骂我 我都没生气 这算个什么呢 我听四哥的话 不往心里去就得了 咱老爷 嘴对心 心对嘴 你可真别生气 没生气 没生气 大伙一看太晚了 便影响包的人休息 让包的人别着急 我们慢慢讲主意 包的人休息 众人扯下 又谈了一会儿 也没头绪 展兄飞回自己的屋 这回啊 我展昭真生气了 把门插上 南侠望床上一座 这肚子气得哭哭的 心中暗自思想 白玉堂 白玉堂 你欺人过山 这就叫搬着鼻子尿尿 骑着脖子拉屎 你不让人喘这口气 我门行思问 精产的对你够意思 五地长五地短 我发过誓 自诩你不仁 不许我不义 你这么欺负我 我姓展的不字都没说过 干什么 你欺负人也太不像话了 把三宝偷走了 临走 留下自己 公开叫号 什么展昭 到了玄空岛 管宝玉堡 跑不了 我怎么就跑不了 我要不到玄空岛 我归为贪生怕死 网称侠客二次 你想这人呢 哪有没脾气的 展胸飞也不例外 不到一定程度 他不发这么大叫我 当然了 陪一将蒋平说的话 也是为自己好 本来嘛 那玄空岛那么多机关埋伏 自己去了非吃亏不可 怕出事才劝我 但是又一想 正是因为这样 我还非去不可 我喝着我这条命不要了 命死镇前 不死镇后 我要不到玄空岛去一趟 白老虎看着我不够个英雄 江湖上的人谈论起来 也耻笑我展胸飞 胆小怕事 门侠这肘劲也上来了 这种人还有个毛病 平常他不肘 真要肘上九条牛 也拉不动 再看他把包裹 收拾收拾 宝剑背在背后 心说话 相爷 我不向您辞行了 大哥四哥三哥 各位 我也不向你们辞行了 我要一打招呼 你们非拦着我不可了 恕我有罪 来个不辞而别 路上无话 单说这一天 到地方 南侠这么一看 在玄空岛的周围 都是水 要不怎么叫岛子呢 白凉凉的大水 雾气弥漫 这展胸飞 还就不会水 他站在岸边 来回溜 那意思 找一只小船 正在这么个时候 果然来了一只船 船上有一老一少 小船靠岸 上了这个年纪的 从船上跳下来 来到南侠面前 攻身失礼 展老爷 您怎么来了 一向可好 小老儿应接来迟 大面恕罪 展老爷又跟你磕头了 南侠一看 不认识他 起来起来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 事不相瞒 我跟您还真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我是展胸飞呢 说起来这有意思 前两天呢 我们白五爷 从东京回来 在五一厅上一座 找我们开了个会 他说呀 过几天 展老爷肯定能来 告诉我们 上外面来接了 我们说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五元就跟我们讲 这人多高的个儿 喜欢穿什么衣裳 画什么宝剑 把这模样 都给我们画起来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分批 在这应接 方法您这一来 我这一看 跟我们原来说的 一点不差 所以我冒昧 就管您叫了一声展老爷 果然不错 正是您 哦 我且问你 白玉堂 可在岛上 在 他知道您要来 正在这 恭候 那好吧 麻烦你 把我渡到岛上 是我就是专接您的 请上船 南侠上了船 小船一掉头 就见那个年轻的水手 非常熟练 飘荡荡 荡飘飘 就靠近旋空岛 船只靠岸 南侠从船上下来 这老头就说 展老爷 我失陪了 您到了岛的上头 还有猪安人迎接 我算没事的 再见再见 南侠抱拳 表示感谢 这一老一少走了 咱们单说 展南侠 一看这悬公岛 真大呀 占地 不知有多少母地 跟一座大城市似的 无边无厌 南侠也没来过 道路非常生疏 顺着这个道 他就往前走 走了一程 右一程 也不知道白玉堂在什么地方 验路之上 他就发现 有不少渔村 有不少渔网 偶尔的 遇上几个大渔的 南侠也打听 这些人指点方向 说您呐 往上边走 岛子的最高处 那块叫 卢家庄 我们五位原来都住在那 南侠点点头 按着这个方向 就找到 卢家庄 这他心里才明白 闹了半天 在这个岛子上头 住着几千户人家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孩子大人都有 都靠打鱼为生 归卢家庄馆 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这五鼠弟兄呢 单独有个院落 叫卢家庄 叫这个院子 那可太大了 寺外 用石头垒的围墙 足能有一丈多高 这门 是用大幕后板做的 上头有块横扁 写着卢家庄 三个大字 哪个字 都有一人多高啊 但是这个门呢 是关着的 南侠站在门外 平身站住 用手扣打大门 叭叭叭 逛逛逛逛 开门啦 开门啦 有人没有 南侠叫的时间不长 就听里边有响声 这个人可能踏了着一双鞋 踏啦踏啦踏啦 谁呀 南侠一听怎么这个味儿 舌头尖有点发突 大概喝酒喝的 啊 我呀 你是谁呀 在下姓展 我叫展昭 哎哟 哎哟 妈呀 猫来了 喂 喽 该着这些耗子遭难 南侠就不爱听这样的话 听说你这不是有意挑拨 把这活往下压了一下 朋友 麻烦你把大门开放 我要借你们五元外 白玉堂 等会儿啊 我这就开 到屋我去拿钥匙去 哎那这酒可真不错呀 怪不得有人说 酒是高粱水 醉人家醉土 心里挺得劲 是眼前活见鬼 喝的太短 南侠就以为他取钥匙去了 等着吧 左等 他也不开门 右等也不开门 南侠有心蹦进去 凭自己的本领 就这门这墙能挡得住他吗 又一想那么一来 有识身份 我是开封府 堂堂四品的无温啊 大白天的 奔奔往房上往墙上 有人不像话 所以南侠就耐着心的等着 从中午 等到太阳 平息 您说得多数个小时 可把南侠气坏 战养非用手使劲 一推这个门 开门 出乎意料的是 门早就开开了 虚眼着 南侠不老 所以这一推 把南侠好准 没闪个跟头 哎呀 你说南侠这气这个大 心说你开了门了 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这个人是有意 还是喝酒喝的太多了 当他进了院子一看 是个大院 旁边一拉六 有三间门房 他迈步就进了这门房 那里边一看呢 那躺着一位 这位手里头 拿着个酒葫芦 嘴对嘴 尝流水 那还喝呢 噔噔噔噔噔噔噔 啊 好酒啊 南侠一听的声 大概是他 今早两步来到他面前 用手扑了他两下 哎 哎 起来起来 不 不 啊 你怎么进来了 我怎么不进来 刚才叫门的就是我 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哎呦 这位把酒葫芦放下 跪到给南侠师里 哎呦 展老爷 你 你原谅我吧 这喝酒 真务事 我把门开开了 我行您进来了 所以大午 葫芦八度 我又睡了一觉 醒了 我还纳闷 我说展老爷哪去了 连面都没见 就没眼了 闹了半天 您还等我呢 小人该损 小人该死 嗯 满侠气的 点点头 你说打他几下子 不知当 哎 你会姓 小人姓李啊 因为我爱喝酒 大伙给我送个绰号 叫醉李 醉李 别的先别说 我来找你们五元卖白玉堂 麻烦你 给我引个路 怎么样啊 行去行去 其实我们元卫也吩咐了 说您的最近就要来 让我们众人 不管是谁 见着您 就把您领去 你看这个 这是呢 现在我就领您去 这罪李说着 把这酒葫芦挂在腰上 在墙上 拿起一盏灯笼来 南侠下拿灯笼干什么 就见他把灯笼点着了 然后把南侠领的礼物 地中间有个八仙桌 他把八仙桌都往旁边一挪 南侠往桌子下边一看 是个地道 这地道黑冻冻的 好像一眼深景 就见这罪李 拿着灯往下一照 他下面还有个梯子 在罪李顺着梯子就下去了 一边下还一边说 老老爷 您委屈委屈 您跟着我来 他这块直接通到五一厅 就能见着我们五元外 罪李 怎么走这个地方 您看看 怎么叫悬孔岛耗子呢 耗子就得钻洞 这玩意儿您就委屈委屈 河南侠一听这别扭 没办法跟他走吧 顺着这个地道就下来了 这里边 局局弯弯 可能真跟那耗的东西一样 有的地方挺高 但这只身走都碰不着头 有的地方就挺矮 得往里爬 这里边空气稀薄呀 把南侠憋了 通神是汗 这个罪李呢 你别和喝醉了 在前面提灯开刀 走的还挺快 南侠走慢了还跟不上 越着急越冒汗 越冒汗 越跟不上 三段两段 灯光消失 醉里是踪迹皆悟 呸呀 南侠大吃了一惊 再往身边 你看 伸手不见五指 对面不见人 一股土腥味 好像一口活棺材 把人憋着脑袋都发胀了 南侠斩胸飞难道不好 我中了计了 我上了当了 这是白老五有意 戏耍语 如果把我关在这个地道里头 活活就得把我憋死了 这可怎么办 不行 我还得回去 回家 他哪回 你看来点挺顺畅 莫回神再走 迷失方向了 尤其里边那么黑 东一头西一头 他这么一看是大惊十色